3月25日,正义网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 去日,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及林芬公司 原党委委员、副总经理黄海燕副厅级涉嫌受贿罪一案 由辽宁省安山市监察委员会调查中结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经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 由安山市人民检察院 依法向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 依法告知了被告人黄海燕享有的诉讼权利 并依法询问了被告人 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 安山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 被告人黄海燕利勇担任 华能复新锋利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、总经理 华能新能源辽宁分公司副总经理 华能新能源股费有限公司 辽宁分公司总经理、党委副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在业务承拦、业务尾款 及职工录用等方面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财务,数额特别巨大 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